一人陈乔恩如今已是红片两岸的女星 其实当初和她一起演对首戏的郑仁硕 原本也是同期出道演员 却在经演艺圈不到一年时间突然销售密集 原来身为长者郑仁硕面临家庭区变 母亲早逝 唯一的家庭支柱父亲重工倒下了 她只得放下演艺工作 回家照顾父亲养姨妹妹 但一个月八九万元的生活开销 实在压得她喘不过气 为了求生存 一边卖水煎包还兼拆做酒醋 推销保险 郑仁硕还捡过资源回收 八年后郑硕终于重回 光木演出多部电视剧和电影 如今她也结婚了 专榜时燃不住大赛儿子蒙照 满脸都是幸福之族 这个也是她穿 带她去人家婚礼的时候 小花筒吗 对啊 朋友指定说 她说你个子比较可爱 她说花筒门面比较好看 你感觉儿子很可爱 真的啊 真的是老王卖卖瓜啦 拿出手机献保 一说到宝贝儿子 这人说自豪的笑容藏都藏不住 你看她吃火龙果 好可爱 对啊 你看 这个不会输了 好可爱喔 超可爱的儿子 在她眼中 儿子可是这世界上最可爱的小孩 我们两个父子都脱光心 他就是会拉我 他现在会拉完东西就会一直拉 一边拉边... 边笑 然后笑完之后他就自己摸他自己的 就这样 我觉得真的很好笑 这个我们不能放 这不能放 可是我觉得这真的很好笑啊 爆料亲子之间的特殊乐趣 私底下的郑仁硕乐于当个奶爸 脸书上满满都是儿子的蒙照 对啊 我可以推荐我儿子 这我问过他的 我说如果有人要找童心的话 麻烦找我儿子 而且我儿子超级好工资 好啦好啦 这位爸爸 大家都知道你最爱你儿子了 如此珍惜和孩子相处的时光 是因为小时候的正人硕 和爸爸并不亲近 我爸本来就是一个比较 打骂教育的人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教练嘛 他本身是国术柔道 自由搏击 角力 剑道的国家级教练 然后反正但是打归打 好的就是对你非常好 那我当然没有办法接受这个 爸爸从国家队退役后 跑去做饮料贩卖机生意 是新竹以北的大盘商 身为家中长子 长孙的正人硕 从小吃好 住好 备受宠爱 但在读国中时 这个家悄悄起了变化 曾经上任之后才有 禁止学校百事贩卖机 然后开始营料慢慢开始 他们已经不能做 我爸才去做 这些不知道什么 在那个时期 就已经欠了很多钱了 已经开始在补动 在正人硕的印象里 那时候的爸妈时常吵架 但正直叛逆期的他 只活在自己的世界 我只要一犯错 我爸就把我理三分头 因为他知道 我很爱护我的头发 每一次 我只要一到学校 大家看到我 正人硕又理三分头 昨天又不知道要干嘛了 就知道我做坏事 当时只怪爸爸管教太严格 完全没察觉家里的改变 直到有一天 妈妈确诊罹患乳癌 不到几个月就过世了 最后四个多月 是在医院里面 我照顾到她断气 然后那时候妈妈一离开 我就必须要重新跟爸爸相处 为什么叫重新呢 因为之前妈妈在的时候 妈妈都是唯一的桥梁 唯一的沟通者 那妈妈走的时候 势必我一个人要对你 我直接就要对我爸爸 失去母亲这一年 正人硕才16岁 高中毕业的他 决定放弃升学 跟着爸爸卖水煎包 但此时的爸爸身体已经不好了 担心儿子未来该怎么办 于是带着正人硕 到处跟朋友学做生意 他无所不用其極的 就是想要让我更 学会更多东西 更可以赚钱 学更多的东西 包括卖茶叶 卖古董 卖车坐沙石场 甚至当六合彩组头 就跟业务一样 你必须要去街坊邻居 那边问说 你今天要不要牵我这边 我可能退水 推你多少 然后我今天牵了多少组 回来 然后自己算一算 回报给那边的组头 说我今天牵了多少组 在这边了 所以如果我输了 我要给多少钱 我赢了 我要从这边拿多少钱 其实正人硕 对这些完全不感兴趣 唯独最爱的是表演 但却也是爸爸最不赞成的 他就会觉得说 你就做声音就好了 你干嘛要去跟人家演什么戏 所以他说 戏只是没有好下场的 什么什么什么的 他们早期人的观念是这样的 反正就一直要抗争 梦想和亲情 在正人硕的内心 拉锯冲撞 他觉得闷 想找人聊天 跑到电视台去找 当陈寅师的表哥 却意外被发掘 就有制作人在问 我问说 这个人是谁啊 是演员吗 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表哥说 不是不是我表弟啊 那你不要找他演啊 他不会演他会害了你 我把我拉走 我就试一下 我还是说 我可不可以去演演看 果不起来 两三禮拜之后打给我 没事 你爸怎么说 能骂我这位来的女婿呢 小傻瓜 这是正人硕第一部电视剧 至亲委托 当时一起演的 还有后来到大陆发展的女星 陈乔恩 但戏拍完没多久 家里发生了巨变 突然有一天他倒了 中风三次 开脑 身体只剩下一半的知觉 伤到鱼的神经 爸爸的意外倒下 让正人硕 不得不放下 刚起步的演艺事业 当年他才18岁 身为家中长子 他一间单起 照顾爸爸的工作 也扛起了整个家 爸爸倒了 我也不知道做什么 我只能承接他之前 倒之前在做事情 我就卖水仙吧 而且是路边摊的水仙包 你必须准时推出去 准时要推回来 我后来知道 爸爸有留很多负债 那当然爸爸不能还 我必须要还 负债四五百万的限时 逼得他一夜成长 但当时每个月的家用开销 连同爸爸的医药费 就要8 9万 光靠卖水仙包占的钱 根本无力负担 好了 赶快去捡回收 赶快去做其他的工作 赶快去卖衣服 那时候回收很好做 紫类 同类 然后铝类 那个东西 都是可以卖钱的 我不去捡那個 我还被 我还捡回收 捡到被所有邻居嫌恶 就觉得我们家 弄那么脏乱 我们居住回去 都不用顾了什么 跟过街老鼠一样 原本是荧光幕上俊帅的男演员 舞台下成了捡回收的工作者 心里的冲突可想而知 他还帮朋友卖保险 当酒醋 到工地推杀时 同时兼裁四五份工作 依旧难以负担 最后不得不伸手 向亲戚借钱 几年的事情我很自卑 我是不敢交很多朋友的人 除非一些自己的男生朋友 一直很好的同学 即使心力交瘁 鄭仁硕还是咬牙苦撑 他一边照顾爸爸 一边工作赚钱 就在一次陪爸爸拜访朋友时 认识了于堪萍导演 回台北我压根 就忘记什么事情 回台北继续要冒水烟爆 继续要去捡回收 继续要去干嘛 干嘛 两三个月过后 整理房间 奇怪 这边又写一张变条纸 也不是输入手机 于堪萍 好 我打打看好了 可能那打电话也打了 我说导演好 我是仁硕 你好 我在等你电话 还好吗 什么... 有空可以来聊一聊 我就去他家聊了 在于堪萍引荐下 郑仁硕顺利加入 张作季导演的剧组 但迎接他的工作 竟是 买菜 洗菜 煮菜 倒垃圾 所以说你有抓老鼠 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 抓老鼠已经不算什么了 反正就是帮公司改修 比如说那边有订很多 比如说木头的书柜 或是架子或是桌子 拆掉 重新再组装 但你一开始不会疑惑吗 不是进来 就是很疑惑 我就觉得我是来当演员的 怎么会做一堆 不甘演员的事情 这个疑问 在郑仁硕心里藏了两年 他忍不住了 我说 为什么我还演不到戏 他就说 那如果你觉得 你没有办法撑下去 那就不要做了 然后我当然觉得 怎么可以 你叫我放弃 我就放心 不行不行不行 我都已经撑两年 让家里面这么不知识 都是在埋头苦干 一直这样做 凭着一股傲气 郑仁硕继继续咬牙苦撑 之后他从厂务组做起 一路做到制片组 导演组 是 导演才觉得说 好吧 制片组的工作 你不要做了 你专心去做演员准备功课 我宣日 我宣日 你什么意思 我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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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真的去打工了 真的去牛奶店上班 断断续续大概一个多月 快两个月 我必须要去观察那些 所谓的什么红牌的 所谓的不是红牌的 他们在桌面上 到底是怎么去应付客人的 怎么应付老板的 那个说辞跟眼神 跟举手投注都是不一样的 熬了好久 才重回萤幕前 郑仁硕说什么 也要好好把握 但在他的心里 最想得到爸爸的肯定 因为我爸有一个 专门的藤椅 我都会去坐他的椅子 去看电视 他椅电是歪了 我把他瞧 瞧一张报纸掉下来 看 只有好的 就只有我 就是我那边报的 我当下看了 我真的是 眼泪就喷出来了 就根本不用眼了 原来爸爸还是很在意 就是还是很关心你 爸爸的默默支持 成了郑仁硕演戚的动力 但让他遗憾的是 2015年 当他拿下第17届台北练节 最佳男配角时 爸爸却无法亲眼看见 他那些爸爸都来不及猜疑 他想放手让我去做好 不要让我那么 挂心的去 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他可能选择走 是不是 要成绝我 就很觉得 应该没有让他们 应该没有让他们很丢脸 想起过世的父亲 郑仁硕忍不住掉下眼泪 如今的他 也身为仁夫仁妇 和妻子的相遇 是在一场朋友聚会 但当初他很不喜欢我 我觉得我这个人 怎么会主动 这病人不尊重人家这样 我就个性比较急 当然这是猛烈公司 觉得这个不错 好 赶快先留电话 然后两个月后再一起 对方小他7岁 在化妆品妆柜桂当贵姐 两人以结婚为前提交往 一年后登记结婚 他回想儿子出生的那一刻 自己哭得比谁都还大声 而且鼻涕还开心那种 那边哭哭 然后副理长这样 就把你爬了脸不激动 然后我儿子突然不哭了 就看着我皱眉头 我就一直在那边哭 一直在那边哭 这样 所以副理长就在那边说 你这爸爸好好笑 之后他却忽然接到 住在奶奶家的外傭来店 问说要不要帮忙 我说你怎么会知道 没有啊 昨天老板跟我讲的 他说要做梦 这样子 因为他都叫我爸老板 叫习惯人 然后老板叫我一定要去啊 是不是 他说你那边会很忙 你会玩不过来 老板说你会很累 这是一个父亲 对儿子的牵挂 纵然过世一年了 依旧在另外一个世界 默默守护 我就觉得 怎么这个时候 我爸爸还在不放心我 这个东西 还在担心我这个东西 就会觉得 这时候保安我妈再 不知道有多好 如今游子万世足的正人硕 演艺事业渐入轨道 心中最感谢的人是他 就是很谢谢他 然后他辛苦了 然后他也受委屈不杀他 我常常我知道一拍戏 我是不回家的 然后就我会给他一个完整的婚礼 就请他不用担心 然后希望可以在短期内 再生一个个儿子做伴的兄弟姐妹 即使爸爸留下的负债 还有200多万 也还在租房子 但正人硕无所畏惧 因为有妻儿当后盾 温暖的家 是他继续在人生和戏剧舞台上 拼搏发光的最大力量 还有200多万 稳妥 也因此 和男人家